是吗 卓马这么一说 不但军帐中将左门诧异 连深知底蕴的傅横也吃了一惊 他目视着烛火 眼睛同人的声光 心里急速转着念头 输了一口气 抚养了一下身子说 你说的不对了 瑟勒奔 你的父亲 是沙罗奔杀死的 他还抢走了你的继母 朵云 你看 我不是对你们一无所知吧 沙罗奔背叛朝廷 抗拒天兵 你要报杀父之仇 夺母之恨 你该帮我的 怎么反过来赐我 嗯 卓马直钉钉看着傅横 说 你们汉人都是蠢猪 当恶狼围起羊篮的时候 所有的羊都会抵抗恶狼 这个道理你懂吗 傅横格格一笑说 可惜我也不是汉人 当不得这个蠢猪啊 如果说我是蠢猪 沙罗奔派你来赐我 你不是被蠢猪生情活捉了吗 哼 那是你们人多是众 还是的嘛 傅横抚了一下受伤的左臂 站起身来 在木途边悠着步子 平静地说 可见你也知道 我们是得天时之正 逆天行事 祸不玄种 所以 卓马一脸讥讽的笑容 打断傅横的话 哼 所以前头有个庆腹 接着又来个乐钦 前后丢了十几万条尸体 在金川 泡在泥潭里 冬天都是臭气熏天的 转脸击哭地向藏民们译了 藏民们听得哈哈大笑 军将们也想笑 低了低头 没敢 傅横脸色阴沉 双手轻聚目途 暗雅的声音 带着沉重的威压说 方才 是你七人 对我一人 身已旧情 还敢绕舌 你们的尸体 也会泡在这 杨子江里 喂鳄鱼的 他的目光凶狠一场 卓马似乎争了一下 随即坦然 无谓地望着满仗 清兵将官 不屑地哼了一声 来人 在 把他们统统拖出去 扎 给他们松绑 送盘缠 放他们回金川 光明正大的 和我在战场上见 满座军将顿时愕然 马光祖 赵慧 海兰茶 也是心头一震 都把目光盯向腹横 琢磨脸色苍白的 没有一丝血色 黄惑地看着 这位清军的主帅 似乎在揣夺 他的用心 傅恒顺手 在木途边 提起一包月饼 走到那个孩子身旁 对通义官说 给我翻译 方才那一刀 是你扎伤我的 你是瑟勒奔的娃子 对吧 准头很好 力气还不足啊 这是月饼 很好吃的 带回去 给你的阿妈吃 这月饼 不是昭讨大将军 傅恒给你的 是满人大叔 傅恒给的 这样 你就能接了 哎 这就对了 他的话没有一完 那娃子 已经是泪水 夺矿而出 傅恒站直了身子 用不容置疑的 口吻说 我敬重英雄 羽让 欺身吞探 三次仇敌而不成 仍是千古风意吗 放他们走路 几个藏人 都觉得扑朔迷离 恍惚如对梦寐 梦游人似的 堂晃着 退了出去 万县一直 站在旁边看 也是眼花缭乱 神怡至迷 问 钟他大人 要不要县里 把他们拿了 傅恒一笑 哼 我放人 你县里敢拿 做了一处赏月 为什么要放 你们听我说 所有的人 都竖起了耳朵 傅恒说道 敬重英雄是一条 但是英雄 该杀 也要杀 灯光下 他的神态 显得格外安详 从容 款款而言 他们是金川内讧 逃出来的流民 互足互乡 自己商量了 来赐我的 这个卓马和沙罗奔 有杀父之仇 绝不会奉命来赐我 这又是一条 前番两次争脚 沙罗奔一直留着 和朝廷讲和的余地 并不赶尽杀绝 他不想举足灭亡 也不会对我做绝了 所以 肯定不是沙罗奔派来的刺客 这是第三条 有这三条 杀了他们 与军 与政 没有半点益处 所以不能杀 哎 大家吃光 可惜了一场私打 牛肉掺杀不好吃了 海兰茶 你发什么争啊 海兰茶还在品味 傅恒的三条 说 我是想 那也不能放人呢 太便宜他们了 傅恒咬了一口瓜 仔细吐着子 笑着说 我也便宜啊 我们就是全盛 也不能驻扎在金川 也不能把金川人杀尽吧 留一点地儿 让他们仍旧窝里打炮 省我们多少心呢 第二十八章 不共戴天 同肃兰弱 星星相惜 意韵柔远 毗卢院地处 莫愁湖西 行似归背 屈如长舌 一带山港 突吾而起 南北 闲长江 西林石头城 登港顶 东跳 镜面一样的 莫愁湖亭 柳至错相矣 十里秦怀 弯弯严严 尽收眼底 杨子江从西 半环缠院 滔滔东南 一夕而去 吉木处 还能登见 半突在江中的 燕子鸡 北望鸡明寺 遥遥相对 仿佛处立在 烟波浩渺的 玄武湖中 虎巨关 清凉山 也都可以在此 绰约观望 最是出名的 金陵圣地 只因康熙皇帝 当年初巡江南 在毗卢院下 莫愁湖畔造行宫 逆城阁里 与伪诸三太子谋逝 在山上架红衣大炮 准备轰击行宫 事发之后 年庚瑶一把火烧的 这千年蝉林 几乎成了白地 香火 自然也就败落了 乾隆一行人 赶到蝉院山门前 天刚黑定 莫愁湖东岸 圣骑楼一带 已是灯火阑山 莫愁湖上渔船 已经收往龟州 只有几只画坊 还在白茫茫一片 湖水中游异 时段时序 传来歌迹的弹奏唱声 乾隆在幽暗的 柳林道里 时走时停 听音便词 对紧挨在身侧的 几云说 本来还觉得有点热 一曲清歌送秋风 直到心脾里沁凉呀 小兰 如此凉宵美景 你这才子 该有诗才对呀 怎么陌生不语啊 几云压低了声音说 主子怎么忘了 奴才这会儿 叫年风轻 小兰在民间 博有名声 用不得的 奴才就差事不好当啊 求主子体恤 这会儿 风起满堂河 皆是敌影 月魅石头城 显隐魅行 迎穿空山 水涌秋波 离相关之筹绪方石 未夜徒之路遥 未尽 真的是不敢有诗思啊 乾隆笑着说 亏你片时仓促说话 还能连坠出 交语连句来 倒是这不敢有诗思 令人绝倒啊 好 我知道你们的心思 真的要体恤体恤 不再听歌了 听 寺里的碗中吧 说着 毗卢院果然传来 和尚撞钟声 只是离得太近 少了些悠扬 沉浑的韵味 却是十分洪亮 接着便听 沙迷们齐声诵经 终声目鱼间 四歌四吟 颇能发人身形 听着声音 也有百十来众 几云略略透了一口气 见巴特尔索伦 两个侍卫 紧贴着乾隆 莺莺和烟红 也是小心翼翼的 翼步翼驱 四主非主 四奴非奴的 有点不伦不类 只有端木梁雍 显得潇洒 离着乾隆 六七步远 漫步随夺 几云说 要进山门了 大家撒慢一点 都是香客嘛 因见山门米黄灯下 站着个黑大个汉子 便问 吴家的 永春居士来了 客房安置好了吗 乾隆也认得吴瞎子 见他身后 还站着个 鬼头鬼脑的黑矮个子 却是西年在槐树屯 收服的那个铁头文 直到是刘统勋掉来的 防着乘船时 水下 有人坐手脚 预备如此周密 乾隆不禁满意地点点头 阴问说 你也来了 这么说 禅院里住的 都是你们的朋友了 铁头文 零零利利地 向乾隆一一说 主子几下 您来图个清静 下人们怎么敢搅呢 东禅院 咱们包了 南院禅房 是扬州一家 雌行运转老板包的 中间隔着大杯垫 北边是方丈和尚 他们的精涉居处 十分妥贴的 主子请 说着将手一让 灯影下 只向烟红 莺莺二人 几眉弄眼一笑 莺莺沈道 死样吗 还想吃围棋子吗 便随乾隆 驱步而上 却是无瞎子陪着 一路闲话 介绍庙里各殿堂情形 又说 一切诸事都方便 连生意书信 都很好来往的 指着老和尚 法空大样 无论谁 捐多少香火钱 一律是不接不送 很缺礼数 他说是 待佛结缘 平等是法 小的们 也拿他没法呀 乾隆一笑说 和尚不讲理 他们讲的是缘分 遇到大善之时 他们还是很知道 恭敬的 说着 已进了天王殿东 通往禅房经社的 过道上 这里地势略高 除了几十株 老汇银杏 是坟厚残余 其余都是新灾的 小松柏 家道风带着水气 拂面扑身而来 梁亦竟微微禁骨 因见一个小沙迷 剃得郡青溜光的头 何时公宿 站在门侧 便问说 小师傅 别人都在诵经 你怎么站在这里啊 小和尚年纪 只在十二三间 声音里还带着同志 深深一躬说 阿弥陀佛 师傅吩咐的 请谈乐禁院后 我就回去 乾隆便目视无瞎子 见无瞎子微微摇头 心下顿觉诧异 因问 你师傅是谁啊 法空方丈吗 法空是师族 师傅法号角色 小和尚姓名 你师傅怎么知道我来呢 姓名又一躬身 阿弥陀佛 姓名不晓得 今天五经之后 师傅们陪师祖 在后边云房坐禅 师傅禅起 对师祖说来了 师祖说 晚经时派人接一接吧 方才师傅就命我过来了 哦 你师傅今年多少岁数啊 师傅俗缘 瘦一百零四岁 乾隆吃了一惊 又问 师祖呢 姓名说 阿弥陀佛 小和尚不知 请谈乐师主 用斋安歇 小和尚赴命去了 说罢 却身而退 寺院里预备的碗斋 并不丰盛 却是十分精洁 一叠子碧绿七青的烟黄瓜 一叠香菇烧豆筋 还摆着青红丝 糖醋白菜 蟹壳一样 阴红透黄 一盘青酱烧豆腐 还有凉拌木耳面筋 芹菜爆红椒 中间传着砂锅炖粉丝 素丸子 满屋散发着淡淡的麻油清香 勾人蝉咸欲滴 乾隆料知 巴特尔这些人 不中意这类饮食 因止招呼 烟红和鹰鹰做了 笑着说 其实我今天 竟带了一群肉食者 你两个将就着点 摘戒几天吧 年峰青他们 轮拨在庙外头吃饭 巴特尔阴装哑巴 打着首饰 请他们烧停 每盘子菜都鲜长了 又略停一时 才请乾隆举住 乾隆肚里已饥 又惦着想见 这庙里的百岁方丈 不再说话 尽量矜持着 吃了两碗老米饭 伴着菜吃了 见他停住 也就放下筷子 几云见惯了乾隆用膳 从没有这样匆忙的 知他急着要见方丈 阴笑着说 主子别信 秃驴们吹牛 我们捐了两千多银子 包了这座居留禅院 他自然要恭敬些 人情势力冷暖 禅铃也是一样的 听尹元常说 连他们师祖 远也是峨眉道士 半路气道从事的 不信 能有多深的修行 几云没说完 乾隆已经站起身来 脱掉身上的砍尖 丢给巴特尔 指着几云 你 燕红 莺莺 端木 跟我来 其余人不要进佛堂 说着便走 燕红二人忙跟上 几云也就不敢再多话了 也是悠着步子 随着向二世佛殿而来 此时 和尚们的金刚经 已送到尾声 乾隆四人 学过二世佛院东脚门 进了天井 但见满院铺的都是林青砖 砖上一闪都写着 信民某某静涓字样 正殿前几棵银杏树 都粗可怀抱 似乎是劫后幸存 黑壁的模糊不清的树棺 遮得不见星月云空 正中顶炉 足有两人高 鸟鸟生腾着 矮矮贩子的香烟 佛堂里百惠僧众 跌坐何时诵经 殿内 释迦牟尼佛前 贡柜上 燃着足有上千支蜡烛 院外接下 十几口大海缸 筑满清油 鹅蛋一样粗细的灯蕊 和殿内烛光相辉映 照得里里外外 通明雪亮 那个叫姓明的小和尚 拿一把大剪子 正剪着海缸灯蕊的焦头 见他四人进来 忙放下剪子 何时诗里 说 请施主随喜观瞻 乾隆看了看殿内 坐得齐齐整整 老小不等的和尚 问道 哪位是你的师父啊 师祖在里边吗 师父师祖都不在 掌目于的是大师兄姓迹 小和尚说完 一声阿弥陀佛 便又去做自己的影声 乾隆便随步散漫的进殿 但见中间 释迦牟尼素的杖六法身 垂首屈指 都是新装的金 垂目悲悯 宝像庄严 观音 普贤 文书 地藏 四大菩萨势力在侧 也都体态庄重 慈祥微笑 正面壁画 绘着五百阿罗 天花缤纷间 聚各垂坐 有的慈眉善目 有的开怀敞笑 有的沉思不语 有的面目猙獰 张发怒目 都约可盘子大小 各带光运 弓笔彩绘 各个栩栩如生 下面护法金刚 已在菩萨侧畔 都是五色庄严 水晶力粉 涂彩 都是胎骨法身 游牧两乡 是牧连旧母故事 但见满壁流云间 宝经 鹰落 云车 天神们 手指华盖 琵琶 降魔杵 九环西杖 流云拖多宝平 神将 仙人 晋贡童子 四直公槽 六甲祭地 罗汉菩萨 一带天风 叱咤降魔 下面会暗黑地狱 种种无常 鬼盼 难人 刨烙 游顶 骷髅 树珠 江阳血水间 鬼魅挣扎 或金碧辉煌 或阴森可步 错落纷繁 褐色满墙 灯下看去 异样的诡异神秘 吉云不禁叹道 前年阿贵来 还告说这里太荒凉 两年间竟成如此规模 不容易啊 这次则是 不过